欢迎收看韩天新闻 我是子彤 接下来一起关注美国国内消息 两位跨党派的美国众议员 星期五7月9日致函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要求该机构对删除新冠病毒基因序列数据做出解释 他们认为这些数据可能会提供关于病毒起源的答案 与此同时最新的一项民调显示 美国民众对新冠病毒起源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现在大部分美国人认为病毒是由中国实验室泄露出来的 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 拉加克里什纳莫迪星期五在一则推文中说 他与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联邦级议员 马克格林给国立卫生研究院发了一封信 要求他们提供报告关于COVID-19序列的数据 从公共数据库被删除的信息 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数据得到保护 并且是安全的 特别是在我们调查病毒起源的时候 上个月西雅图费雷德哈欽森癌症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病毒学家杰西·布鲁姆发现一些先前储存的 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个数据库里的新冠病毒基因数据被删除了 国立卫生研究院证实说 他们是在最初递交这些序列的中国研究人员那里要求下删除的 布鲁姆在一篇论文中说 他恢复了13个消失的病毒基因序列 他对这些序列的系统发育分析表明 新冠病毒在2019年12月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相关的疫情爆发之前 就已经在中国武汉市传播了 鉴于SARS-CoV-2的真正起源仍是一个谜 国立卫生研究院必须对删除可能让世界更接近结论的信息的决定 做出充分的解释 国会山报援引格林和克里什纳莫迪在信中的话说 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公共事务专家艾玛沃伊托维茨 6月24日在回复美国之音询问的电邮中 对删除这些数据的原因做出了解释 他说这些SARS-CoV-2序列于2020年3月提交给序列读取档案 随后于2020年6月被提交调查员要求撤回 请求者表示序列信息已经更新 正在提交的另一个数据库 并希望从序列读取档案删除数据以避免版本控制问题 该机构表示提交数据的研究人员拥有对其数据的权利 并可以要求撤回这些数据 国立卫生研究院还对国会山报表示 工作人员不能推测除了提交者所声明的意图之外的动机 但这些议员们想知道国立卫生研究院是否正在对他们做出的这个批准进行评估 该机构是否有办法确定未来删除的数据得到保存 以及该机构是否能排除中国政府的任何恶意意图 两位众议员在信中写道 对SARS-CoV-2的全面科学的理解 将使我们能够正确的应对当前的大流行病 并预防未来的大流行病 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 6月24日也呈置信美国卫生官员 要求他们回答为何有关最早确认新冠患者的重要数据 从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数据库中消失 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专家小组今年3月在中国 就新冠病毒的来源进行了联合调查后得出结论说 新冠病毒可能是通过动物传染到人类的 而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 但目前要求对新冠溯源展开新的独立调查的呼声高涨 包括调查病毒来自实验室泄露的可能 与此同时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大多数美国人现在认为新冠病毒是从中国一个实验室泄露出来的 调查发现过去一年来 美国公众对新冠病毒起源的看法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这项调查发现在美国成年人当中 可能会说病毒是从中国实验室泄露出来的人 跟可能会说病毒是通过动物传染到人类的人数相比 前者几乎是后者的两倍 病毒由实验室泄露的说法 最初更多的是右翼人士中间不入流的观点 而如今多数共和党人和多数民主党人都接受了这种想法 这项将于下个星期公布的民意调查还发现 几乎三分之二的民主人和共和党人认为调查新冠病毒起源极其或很重要 这个星期三一组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的20位顶级专家 在一份尚未正式发表的预印本论文中说 新冠病毒几乎肯定是源自一种动物而不是实验室泄露 美国总统拜登5月26日指示 美国情报机构加大努力争取查明新冠病毒的起源 在总统的要求下 美国情报机构今年3月份开始一项调查 根据白宫在5月收到的一份报告 各机构随后围绕这场大流行病如何开始的两种可能情景形成共识 病毒或者源自人类与被感染的动物接触或者来自实验室事故 拜登总统宣布他要求情报界为有可能达成更为明确的结论而加倍努力 并在有时候向他报告 据外媒报道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最近对阿尔兹海默症药物 阿杜兰的争议批准受到了科学界许多人的强烈批评 由于对药物的功效和价格的担忧 FDA的几位专家顾问已经辞职以表示抗议 他们要求高级官员下台呼声也变得越来越高 6月初FDA授权阿杜兰加速批准这一种有条件的批准 其将被提供给没有其他治疗方案严重未满足需求的实验药物的患者 加速批准允许对患者进行治疗 与此同时进行进一步实验以确认药物的疗效 尽管专家顾问团队几乎一致认为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该药物有效 大FDA还是批准了该药物 这是基于两项大型三期临床实验 该实验最初因疗效不足而终止 几个月后随后的数据分析声称 该药物可能在一些接受更高剂量更长时间治疗的患者中起作用 自授权以来 在建议反对FDA批准的11人顾问团队中 有三名成员已经辞职以表示抗议 虽然FDA并不被追遵循其独立咨询委员会的建议 但他通常会这么做 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 FDA在22%的情况下违背了专家的建议 在这些情况下通常跟委员会投票有关 咨询委员会成员在辞职信中指出 对Adoham的批准 可能是美国近年来最糟糕的药物批准决定 该专家表示 FDA的批准来自于最后一刻的切换到一个不同的终点 而顾问组没有就该问题进行讨论 专家引用的关键因素是 FDA关于Adoham在减少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大脑中 淀粉样斑块的功效的声明 三期临床实验确实提供了 该药物减少淀粉样蛋白负担的证据 一些人认为这是该疾病认知能力下降的关键病例特征 然而实验并没有发现 淀粉样蛋白的减少跟任何认知益处相关 专家在他的辞职信中指出 FDA在会议期间告诉该委员会 我们不会使用淀粉样蛋白作为疗效的代替品 FDA神经科学主管最近给顾问团主席写了一封信 其试图从监管机构的角度解释这一意想不到的转变 他表示在顾问小组会议之后 FDA内部的进一步讨论提出了将加速批准作为授权途径的考虑 FDA药物评估和研究中心主任则在一份声明中重申 确认该药物在减少淀粉样斑块方面的效果 足以获得加速批准 许多专家都公开声明 都严重强调了阿尔兹海默症治疗尚未得到满足的需求 他们明确表示对治疗的需求是迫切的 并还在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建议旁边 宣称FDA有听取了患者群体的意见 皮兹堡大学的两位神经学专家 在撰写的一篇社论中指出 未满足的需求不应该成为影响FDA是否批准一准新药的因素 尽管缺乏任何改变 阿尔兹海默士病的治疗确实是一个问题 但这都不是FDA应该考虑的事情 尽管FDA对阿杜汉有条件的批准提出了 有总比没有好的理由 但该药高昂的成本似乎将在未来数年 严重影响着美国的公共卫生保健 阿杜汉每年为每位患者花费5.6万美元 这可能会让美国纳税人每年损失数百万美元 两名专家在发表的一篇社论中指出 联邦政府将首当其冲的承受新支出 绝大多数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 都有资格享受联邦政府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的医疗保险项目 据估计美国有600万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 如果其中三分之一接受了这种新的疗法 那么每年的医疗保健支出就会增加1120亿美元 非盈利性消费者维权组织呼吁FDA代理专员辞职 公共公民健康研究小组负责人 则直接对话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 他指出这项批准该计划给患者带来了虚假的希望 并损害了机构的信誉 他说FDA决定批准这种药物用于任何阿尔兹海默症患者 无论其严重程度如何 这都显示了对科学的惊人模式 破坏了该机构批准新药物的标准 并成为该机构历史上最不负责任和最恶劣的决定之一 加州正面临着有记录以来最糟糕的野火季 加州林业和消防部官员表示 当前是最严峻的时刻 极端的高温 干燥继续推动的各地野火的爆发和迅速的蔓延 自月1日至7月11日 加州共发生了4991起野火 烧毁了142477英亩的土地 共119栋建筑受损或被烧毁 这于去年同期的4277起野火 38889英亩的焚毁土地相比 焚毁面积多出了两倍多 也额外爆发了700多起的野火 周一7月12日下午 加州林业和消防部在其官方推特上发文警告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的严峻 所有的加州人都必须防范野火 做好准备 截至目前加州最大的一场野火 为贝克奥斯综合野火 正在沿着内华达州的边界快速蔓延 贝克奥斯综合野火 包含了两场野火 事发地点均位于加州东北部 浦路马斯县和国家森林护林区 其中一场发生于6月30日的多塔火 截至周一唯控率已达到99% 然而另一场发生于7月2日的糖火 状况就十分糟糕 截至周一上午糖火延烧面积 已经达到了89,078英亩 唯控率仅为8% 大火还烧毁了房屋和其他的建筑 迫使数千人紧急撤离 官员表示 消防员正在危险高温持续的情况下 努力扑灭各场野火 但由于燃料湿度低和持续干旱 极端火灾的现象恋人担忧 例如周日下午在优胜美的国家公园附近 爆发的核火 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蔓延到了2500英亩 截至周一 过火面积已经蔓延至8000英亩 烧毁了5栋建筑 唯控率仅为10% 官员们已对马里波萨县和马德拉县的部分地区发出了强制树散令 加州林业和消防部表示 目前有477名救援人员参与扑灭合伙的行动 同时在努力建造和加固控制线 损失评估仍在进行中 有些野火虽然没有继续蔓延 但破坏力大 至今也无法完全围控 例如6月30日发生在沙斯塔三一国家森林南部的烟火 过火面积截至7月12日为12650英亩 围控率为85% 已造成了房屋被烧毁 目前仍有500多名消防人员继续灭火 以及进行修复工作 火场内可见残留的烟雾 今年由于美国西部 尤其是加州经历着严重的干旱天气 外界一直担忧 2021年的野火季节 或许会成为加州最活跃的活在季节之一 加州主导纽森于5月时强调 他已建议20亿美元的野火和紧急准备金 用于强调消防设施 但有专家表示 加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干燥 而且死数多得惊人 而数十年来 建火救灭的方式 导致茂密的树木灌木丛和其他潜在的野火燃料的不断积累 反而加剧了火灾的情况 加州近两年的野火严重情况不断递增 加州政府不肯清理森林的政策 保守外界争议 直到2019年时 加州消防局宣布将在国民自卫队的配合下清理死数 去年加州也忠于松口同意与联邦合作清理林木 以上是国内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